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動蟻快樂年終無休 真是很開心 賭寫了一些東西 因為聖誕快樂 所以今天剛才聽了咬謝 現在的動肺都是錄音節目 不過你們理論上應該有空 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聖誕節是星期五嗎? 聖誕節是星期五嗎? 怎樣啊? 你會不會說你星期四有空 我問是星期五是星期五嗎? 你先聽清楚我的問題 如果我們今天正在做 當然是星期五 不是因為聖誕節 我們這集是聖誕節特備 你問我是聖誕節嗎? 對的 聖誕節 上星期也有提及 今集再提及 可能到1月份 是可以可以定交 amazed 所以只會讓我們讓社異課 聖誕節 未發展到現在 所以我們接下來需要找新的儲存 以及找新的Bandwith做直播 網站不會停止 我們會盡快做新的網站給大家看 繼續更新的新聞 Facebook和YouTube也不會停止 所以我們會繼續公布究竟發生什麼事 怎樣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或者怎樣可以正式沒有直播 然後什麼時候會有直播 這些我們都會繼續更新的 各位寫伺服器這麼久的朋友 我們會封一封禮事寫著無言禁擊給你 那跟他說可以了 不要浪費字 好 今天 Jacky風的混蛋 你學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看 他學了 他現在是不懂得怎樣聽Live 不懂得怎樣用 在沒有Real Player的情況下聽Live 這個詩迪可以解答他 因為他說他那部是Mac機 詩迪幫幫忙回答Jacky風這位聽眾的要求 好 今集的主題上個禮拜 大家都聽預告的時候都知道 是一個很嚴肅的故事 是一個說怎樣點人數的故事 今次說這個叫做裁判員之女神 台灣譯名叫做女法官 作者是毛利沈伯 作畫其實就是大使館的那個 我忘記叫做什麼 那個 廚師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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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的 感化少年的故事 但其實這個人的現實 他也是一個 會去做少年感化院做義工 輔導一些要感化的少年 即是犯事的少年 所以其實他也是一個 左膠 所以我覺得這套是一套左膠賣話 等等等等 少年院感化又不是左不左膠 大愛的表現 我想問哪一個感化官才是有呢 因為他是做義工的 你去得到感化院做這種事 難道你做義工仔和感化語講 你死定了他 那這些就叫做有 還是像陶傑那種說法 這些人應該不用幫 這些人應該死的 你要先幫助有需要的人 先幫助自己 你才幫助別人 千萬不要影響到自己 或影響到社會的其他人 那是否才叫有呢 我不明白 指平的說法就是 正常 在你的正常生活中 可以不做這些事 你就是因為有大愛 你就是因為左膠 所以才會去做義工的工作 你原本可以不做 對嗎 做的義工工作是幫助少年去護外你 那我又不同的 雖然我剛才撐了你 因為問題是他進去可以叫他死 你不知道他說什麼 即是你快去死 即是他去到真的可以是有的 我也是抓你出公海 對想你吧 這一類的說話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們只知道 在客觀行為上 他很像一個左膠 但他進去是否真的在說左膠的東西 我們是不知道的 但如果看作品來說 他的傾向也是一個很左膠味道重的作品 因為他不斷在 其實他幾套作品都是這樣 都是說 那些犯人很慘的 你應該去感化他 村民不是這樣想的 他們也是被迫的 那應該怎麼想的 村民有他的苦衷 他背後都有他的故事 因為他的故事很多時候都涉及到 究竟判不判他死刑 所以就會變成 to kill or not to kill 不只是判他多重的問題 而是你要給他一個機會 去回復 可以重新過正常人的生活 就是其實在這五個個案子裡 一個比較主要的調子 因為其實講無理事物 其實他每一套書 最終都會討論死刑 因為他是一個完全廢死刑的人 實際上 他不斷要求人反思 說死刑是沒有用 不會解決這件事 或者他隨便叫人死刑 其實只是覺得殺了他解決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去完成一件事的情況 所以其實這套作品的主要 就是叫你反思 你是否可以去審判一個人 或者是死刑是否應該 其實很多人最終都是這樣 但當然 在這個作品去到這個之前 其實他上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 亦都會說一下 你的陪審團 應該怎樣想法 法庭裏面發生的事 都寫得相當仔細 說了其實這個作品 在最終的主子 也是一個作者本身 其實這套書是2009年開始年載 這套書是2009年開始年載 這套年載的時候 剛剛日本在2009年5月11日 開始陪審團制度 其實這本書寫的時候 亦都因應當時陪審團制度 而開始寫 其實是早過陪審團制度 開始 這套書我記得他寫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群律師團 不如合作者這件事去推廣這件事 推廣這件事 都會說起他們的法律制度 我記得他們那種不完全 應該這麼說 他們以前沒有陪審團的時候 我沒有記錯是三個法官去決定那條 有沒有罪 他們是三個法官一起去投票 總之都是大多數讚成 先去判口罪 還是要三個一次通過 我都知道 不同的案件肯定是有不同的做法 我猜你不是很重大的案件 例如是 比例偷東西 可能是衝擊 撞玻璃 多數服從少數 一個同意都要判你坐牢 說笑而已 其實一定是不同的 可能是殺人搶劫 或者是恐怖襲擊 諸如此類 可能就要一致通過 因為就算是 你有陪審團之後 也不是所有事情是 少數服從多數的 有些人都需要一個甚高的比例 或者是一致裁定 才可以判某一個案件 是成立的 所以我猜就算你們三個法官 都應該不會走出這個框框很遠 如果每次都要一致 其實很容易就會打掉那條罪 他在這裏就說 如果有陪審團制度 就說 就算陪審團是這樣 你也有至少一個法官認同 因為我和我理解香港有些不同 因為香港行英式法律 理論上是陪審團說了有罪 法官才能量刑 但這裏我看就像是陪審團和法官都有選擇 對 同意 法官的選擇比重是比較大 即是比例代表制 你可否這樣說 總之是分組點票 簡單來說 不完全分組點票 有些分組點票的意味 總之法官的選擇比例是比較強 法官上 其實他有一段也有說這件事 在作品上 有說到陪審團說要死刑 但是因為法官沒有人去支持這件事 所以最終都是沒有執行到死刑 即是分組點票 對 分組點票 至少他說如果你是真人死刑 其他人沒有說 至少有一個法官認同這件事才可以過 如果零個法官沒有專業意見就不可以過 就是這樣 剛才說到 其實作品推出的時候 我記得在2009年2月開始連載 其實他還未開始有陪審團制度引入 到中期才開始引入 所以其實早期第一個案件來講 其實是想像空間 而且會比較偏意樂觀 因為他都是說推廣為主 他會說到整件事的人很認真 會有這些傾向在這裏 但到了後面來說 就開始會多了一些交流 反而會更深入了 因為開始有些實質的現實案件會出現 其實故事本身就是有目的 其實是推廣陪審團制度 所以你會發現 故事的主題 就全部放在陪審團中間 其實法庭裏面發生的事 或者是法官本身 所以這本書叫做女法官 其實也是不關他事 其實這本書 我們可以勉強把法庭的故事拆成若干部分 第一個就是主辯 檢控和辯方的對抗 這是其中一部分 另外如果我們宏觀地看完整個案件 就是另一部分 其實這些就撥去金田一和柯南寫 第三件事就是 陪審團裏面的 discussion 其實他只選了陪審團的 discussion 反而在主控和辯方之間的討論是不多 非常之少 如果你說宏觀廣彈的案件 其實也是很少 因為重點根本就不放在這裏 他所說的法庭裏面 你的主題 如何看到的事 反而就是很快 交代完案情 他們就會坐在一起 聊天 究竟他們不同的所謂普通人 普通市民 坐在一起 如何去看一些刑事的案件 嗯 這樣 是的 故事由女法官帶起 他由勇樹未知智 故事一開始 由剛好搬到海明市做法官補 他同時陪審團制度開始的時候 其實發生了四個案件 其中一個案件是 不是說勇樹法官他過去的自己回憶的案件 分別有五個案件 大家的案件是 一個地下前妝 婆婆受到一個強盜劫殺案 其實這個案件來說 我覺得跟後面的案件分別都很大 因為他裡面的故事是波折幾多 為什麼呢 其實他在後面的案件來說 通常那些案件已經說明了 你不會去質疑那個案件是審錯話 除非他一開始告訴你這個冤獄 你不需要去推測那個案件 但是這個會不斷在中間 風回路轉 有些新的證據走出來 所以大家的案件 像是一些法庭案 金田一 然後他就開始說回勇樹法官的往事 說他小時候也是一個 一個 叫做 遺族 對 遺族 那他就是 他哥哥被人綁架殺了 那 就說回故事 這個就算通回 其實之後都會有引用 然後第二個法庭 就是一個奸殺案 那 這個其實就開始判斷 應不應該死刑 會不會去審一個死刑的問題 下一個案件是一個縱火的冤案 那就是警察怎樣弄屈 那些黑警經常都是怎樣去屈人 那之後呢 第五個案件是 叫做隨機兇殺案 那就是說 有個隨機殺手 無緣無故在屋裡 堆壞了那些人 然後一個法院學生 那些陪審員 面對真的要去判死刑與否的時候 他們那個心態怎樣去 告訴你 其實你不是那麼窩心 這個真的是一個人 他開始否釋了一件事 其實故事來說 是一個單元劇 其實是五期書 即是那四個案件 實際上 所以其實 故事就是這樣 其實沒有什麼連續性 但我自己覺得是相當精彩 對不起 剛才我可能 因為我在看其他東西 可能我沒有留心到 其實這本漫漫是 你在雜誌上享受的 啥? 享受的 享受的 實業之日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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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剛才在想 如果你是想推廣一些法律 應該未必在雜誌上連載 只不過是香港和日本的做法很不同 日本漫畫是很普及的 所以用連載雜誌的模式去傳播 其實是相當普通的一回事 明白 因為我自己為什麼知道連載 因為其實我去找資料的時候 Vicky說是連載周期的 所以我應該判了它是連載 但其實這套書我印象中 是看一些資料 其實整套書是放在日本的法院門口 是可以用來顯閱的 即是它是屬於法庭本身的推廣用品 不知道《One Piece》會不會放在航海員訓練班 不懂游泳的 不用 因為那本書太多人買 這套是放在法院門口的堆書架 其實作品來說 因為它單元 我不想每個個案件分析 說得太深 我便說大約關架是怎樣 我只是上網看的那些 其實這套書在台灣也挺多人賺 這套書在台灣 因為其實它說 那些人寫的心態 是寫的比較細緻 它的代入感很強 其實作品寫的實感很強 感覺它整件事好像 在你面前很寫實 所以我覺得看的時候 它的代入感很高 所以我覺得這套書是一個 雖然它樂觀很天真 但我覺得這套事件是寫實的作品 大家覺得是否寫實 寫不寫實就寫實 但我不同意是一本好書 其實很冷門 滿得很重要 我看完我和《萬遊者》的想法相似 因為我最近也看了一本日本法庭的書 我的名字很長 我現在不讀 我覺得這本書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它做得不好 它用了《神視點》 《神視點》是什麼 你是知道那件事發生 怎樣發生和發生了 我覺得這樣不好 即是是否冤枉所以不值得判 因為如果你是陪審 你是不會用《神視點》去看那件事 你是應該 你在《萬遊者》去看完《奇定》 《ν慈善》說完《聖人》說完《中心》 连《中心》說完《念》 你是要自己去自行判斷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用《神視點》 因為我們是讀者 看完之後 如果你知道它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一種判斷的意味 在我們來說 我為何覺得這本書會悶呢?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它是現實系的 所以你說寫不寫實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 它肯定是寫實的 因為它不是活命判官 它是超級系的 所以在這個位置我會覺得 這裡是沒有爭議的 但是為什麼它會激不起我的一個 譬如是 譬如是 肯定沒有 我不知道那種叫做什麼 是否叫同理心 還是去代入 理由是 我知道故事最後會怎樣 因為女法官肯定會令這件事 會變成一個 不會重判的案件 你在這個角度走 我根本就已經很明白 故事到最後就是 爭論來爭論去爭論 到最後就是 這件事會用一個 相對輕判 主張死刑那些人 一定不會贏的 就是從這種角度去走 這是無理神白的回路 這是他的回路 那他的回路 我可以覺得是有問題的 而其實那本書 你另外有一個 中文版 我不知道日本原文有沒有 這樣的一句說話 就是 你要在不了解的狀況下審判別人嗎 如果他說這句說話 即是 第一 他的意識本身已經很強 他幫你定了一個 你很強的 框架 就是 你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你是什麼都不知道 你只是看了 放了出來的證據 但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本書有說過 但他沒有再深入探究 就是 法官也是不知道 這個世界是沒有人 在可以很了解別人的情況下 去審判別人 除了 他家裡的人 或者很熟悉他的人 或者電視台拍下了 有一個陰家產 打架的時候 有 例如我用黑警這個案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是否就像藍絲那些陰家產 他做了這麼久 很悶的 要發洩一下 很辛苦 有加班 你又他 你這麼多人 沒有回家 有很大壓力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理解 但我們相信的法律 不應該是這樣 我們真的只可以看證據 如果真的有些 沒有辦法 因為若干不同的原因 我們都覺得那些證據很明顯 但在法庭的一些基本框架 人人都在用的基本框架底下 雖然我們現在明白 司法公正是事實上受到動搖 但我們儘管相信 這套制度本身是有一個好的 思考在裡面才算 你唯有放了 然後通常這些情況 Batman那些英雄就會出現 去搞咎他 問題是因為 就算那條也好 他也沒有了解過 他背後的那個案子 他真的覺得現在的證據 坐不進去 但我都覺得你有問題 所以就去搖擺你 或者收你皮 這本書 他給了你一個很強的路徑 你其實只能夠向著那邊走 所以你在整個過程裡 是不會有驚喜 我想我覺得問題是 他給我的感覺有點偏少年晚 我無意歧視少年晚 但我會覺得 如果青年晚的話 他是想你思考多些 他很少會有一個很強烈的方向 如果少年晚 其實他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方向 想帶你去走 我自己會這樣理解 例如可能你說的 無論是One Piece Bitch Nawuto 他都會跟你說 正義 友情 這些是好事 他不會叫你小子 可能有些朋友 是混蛋 他不會這樣說 我覺得是取向問題 我不知道這本書 他企劃的時候 是想給哪些人看 但我覺得他比較 中學生年齡層 他給我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畫風的問題 你問我 所以 我會這樣想 我自己也沒有這種感覺 其實我會把重點放在他們的CR過程 陪審團之間的衝突 看了這些事件 可能你還原到 如果你還原不到 其實我們根本上很難看下去 而我自己也沒有預測到 我一定會輕盼這些情況 我自己就真的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五期輸 看了三期 我就知道第四五期都是這樣 這個必然會發生 而且你的法官本身 法官的特性 不是法官的特性 而是女法官本身的過程是這樣的 他本身是傾向人道理去輕判 而他就是女主角 我會覺得他暫時當輸贏 他不會輸 因為他從第一話開始說 他就是一個敢於挑戰現狀的一個女法官 他會帶來一些新的思維 因為隨著陪審員的介入 他擔任了女法官 而我記得是第二還是第三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 作為遺族 他也是這樣 你就知道 其實肯定跟著發展下去 都會是這樣 所以很難說 大家看書的理解方法會不一樣 但是我會覺得很難思考到 他將來會有一個很大幅的轉變 譬如要令到 勇樹 會受到挫折 因為好像以前曾經有提過其他書 忘記了Tim說哪一本書 這個女主角或這個主角 根本他永遠都一定是贏的 他不會輸的 所以你會覺得那個走向 你不會有其他路徑可以走出去 我反而想 我知道這是一個比較少導向式的節目 所以我想問一下子萍 你那本書在哪裡 我想聽一下 因為其實我看的時候 其實我很投入 我投入就是 我也是站在陪審團的地方 一起想去做個討論 我真的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其實陪審團的角色 作品其實是一些旁觀者 其實我讀者都是各K的旁觀者 而他自己的思考和討論 其實是寫得很細緻 很細緻 其實你慢慢跟著他的部分 會一直推出那個想法 一直說 其實這樣好像是對的 你會試圖一起去思考 我真的覺得是 你會代入回去 因為陪審團說有六個人 其實他沒有 是六個人還是八個人 六個 八個是因為有兩個是後補 通常來說 他真的會說的 其實只有兩三個 其實有很多空位 很多人是不知道在做什麼 其實你很容易會 自己都坐在旁觀 甚至一直有份 我自己會有這種感覺 其實我剛才也說過 如果他的臣事點少一點 我會再代入一點 我想這個是取態的問題 另外 因為我剛才開始節目的時候 我最近也看過一本法庭的書 我覺得這本書有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他講了太多殺人 我覺得 當然 我不清楚日本的司法制度 可能日本只有殺人才有的陪審團 大家都知道我們做節目準備是非常充足的 我是沒有檢查到的 但是 我覺得很單純 如果你是有不同的個案 可能沒有這麼悶 你給我這麼悶 因為他其實 這麼多個案 說的都是殺人 殺人 殺人 有時候可能 除非他的司法制度 只有殺人才有陪審團 如果不是 其實多樣性是比較好 例如你可能說 很嚴重的綁架 恐怖襲擊 到最後還是要殺人 有拐的話 可能未必需要去到死刑 因為其實死刑是一個很極端的刑罰 你不是去到一個逼不得已的情況下 基本上很少會去想死刑 因為這個說多一點 我看網上文章 大家知道網上文章的真確性 是很傷確的 那是說 他聲稱是一宗真人真實的案 因為現在在日本 他聲稱是日本還在打 是說有一個人 奸殺了一個女人 在日本 很殘忍 而那個人是完全沒有虎義的 但是很多律師不斷想幫他打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律師反對死刑 嗯 日本是很難入到死刑 不如這樣吧 首先 有幾件事真的很容易入到死刑 或者是會有機會判到死刑 第一就是內亂 即是做犯 即是做犯 要不就是外患 即是勾結外國勢力 漢奸 日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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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患援助 即是 這就是勾結外國勢力 外患可能是帶兵進來 帶其他人進來一起打 第三就是勾結 有人死才會有機會死刑 水淹七軍 即是關羽 一定會被判死刑 即是會談到究竟判不判死刑 關羽是日本人的 因為浸死了很多人 令到某些地方水浸是沒有問題的 但浸死人會有問題 那麼 天複裂車 即是 可能是放木 在路軌上 然後火車炒車 死很多人 或者不死很多人 都會有嚴重的受傷 在水淹投放毒物致死 即是放毒 殺人罪 強盜致死罪 強盜強姦罪 有組織的殺人罪 人致殺害罪 騎劫航機致死 即劫機是沒有問題的 劫機到有人死便有問題 海盜行為 即是One Piece那群全部都是死刑 以及使用爆炸品 其實為什麼我覺得這麼難判 大家應該記得有一個人叫賣完帳房 他判了死刑 其實到現在都好像還沒有執行 可能現在因為社會上的思潮很左膠 根據陶傑所說 大部分國家都是很難執行死刑 除了中國 看你有沒有錢 都不是很難執行 但中國的死刑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非官方的死刑 是被自殺的 所以他很輕易可以被自殺 所以其實本身我 我 他 怎樣說 當我埋完帳房 本身都還沒有殺 我是個陪審員 我會不會這麼緊張 其實他很難死 因為他有說過 其實遞了紙 都要等到他自己有空排期 排期 排三個年才會真的扔上去 他會這樣 不過如果你提到這件事 其實我 為甚麼 律師會找到《無禮神八社》這套書 都是因為反對死刑的原因 大家都是 剛好都是反對死刑的原因 所以出一本一起去反對死刑的書 好 死刑是否死刑的事 回到腳跟下套 聖誕節就是講死刑的問題 不是 復活節才是死刑的 是誕生的節日 我會講一些誕生的事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是在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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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